树林区蛇谷寸早期为当地重要的灌溉渠道 但由于时代的变迁 渠道已渐渐失去原有的功效 而为了更有效的利用 市府在2010年整治后铺上木栈布道 供民众休息 不但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休闲场所 也是观光客热门的旅游景点 当地居民也表示 吹着微风欣赏周遭美景 是最好的休闲运动 我们这边附近的人都会来这里运动 大家都很高兴 现在都很喜欢走这个木栈道 空气好 花草 你看花草都种得好漂亮 有这个木栈道 还有我们下水道也做好了 我们现在是 不会怎样比豪宅还豪宅了 我的感觉 这边民众活动早晚都有 傍晚都有 因为它变成说一个休憩地带 没有车辆 然后民众非常的平凡 有的走路的 有的散步的 它这边没有速度的要求 又平坦 又安全 所以民众都非常喜欢来这边 休憩跟活动 步道材质为原木 经过风吹雨打 容易腐败 因此常常由民众踩空受伤 所以日前也进行更新工程 将原木地板 态换为仿原木材质 纹络的树木 不但含水量低 而且也更加坚固 在更新的过程中 当地里长王俊雄也表示 之前发生过民众 跌落桥下 发生意外 为了让救护人员 能够更加及时 里长要求增设距离牌 方便便是 曾经有民众在这边 调到木架下面 然后救援单位来 很难找 那我们拜托说 公家单位在私座的时候 标示这个距离牌 我们用十公尺为单位 那在找人或是朋友 来这边相约的时候 也知道说可以找到说 你的位置跟他的位置 还有多少距离 除了增设距离牌 方便民众变位 当地的居民 也自发性组成环境志工队 大家珍惜环境 同心协力 守护得来不易的都市绿地 中央新闻电凯军 树林报导